經歷片大師彭發導演見鬼系列的新作 請來鬼火這麼漂亮的林明正主演 歡迎兩位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們好 我要先問一問導演 因為知道這部電影是否差不多兩年前 在台灣都有拍過一部 為何會同一個故事用香港的演員再拍 應該是20年左右 是 後來拍一拍一拍 因為疫情的關係 拍不到下去了 因為演員都沒有了結 變成成不了片 疫情之後我重新再買這個版訣 在香港拍另一部 為何會想到找林明正主演呢 其實鬼片恐怖片 一般我都是主角 儘量找一個女生 第二最重要的就是 她的眼睛要夠大 因為她的害怕表情很容易看得到 剛才你的表情也不錯 可以找到我拍 所以是有她的元素特質在 剛剛演一個恐怖片 所以她第一次都交給我了 因為明正雖然不扮過僵尸 但是演恐怖片是第一次的 是呀 是不是 還有又被嚇 最容易怎樣被嚇到的 我可以就是可能我在廚房煮東西 或者我媽媽經過 我也會嚇到 而且是大嚇的那種 哇 那種大嚇 其中有一場戲就說夜探鬼屋 那我就 我自己拿著一部機 就安排了B機 C機 其實當時那個環境是很惡劣 很可怕 是呀 她也都我要那個真實感 是呀 我就是沒有事前 帶她去那個鬼屋那裡走過的 她就發現了有東西在那裡 我就整個人 真的尖叫彈起了身 連我也嚇到 因為我都忘記了那裡 我放了一個人 然後像導演講的 沒有彩排 沒有彩排就 就是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很像在那個鬼屋裡面 我看不到前面 然後我還要往前走 就還是會很怕不知道前面會有什麼 所以就是那種真正去體驗那種恐懼感 我覺得這可能就是導演想要帶出來的 那個真實感 是 有沒有哪一場是 真的特別覺得挑戰比較大一點 在拍攝的時候 對我來說一定是墳場那一場 墳場基本上真是 真的有點邪的 其實是 安排了一些某些數量的演員 在墳場裡面 周圍擺了很多枝 是的 如是安排了最後一個的時候 他已經是哭了 震了 我看到的樣子已經是很不安的了 應該是感受到一些東西 或者看到一些東西 我就立刻說 行 沒問題 不要緊 你可以不埋位 此案會照給你 雖然我是百無禁忌 也拍不少 但是那個環境是真的 是令你不安的 明晶有沒有呢 有沒有BHR你自己覺得挑戰特別大 他更離譜 他真的嚇死我 嚇死我和嚇死那些組織 一去到他就已經給了一個指令我們 你自己說了 那一天就是要拍粉場的那場戲 我就挺挺 也是有一點緊張這樣子 然後我就帶著我弟弟 我弟弟氣場跟導演一樣很強的 然後就帶著氣場強的人 繞我生命應該沒有問題 然後我就一下車的時候 就很多人就一直叫我 我就跟全世界的人說 從現在開始不要叫我的名字 全名 李明晶不可以全名說出來 就不要叫我 然後我媽媽就講說 大家都不能叫你名字 你一定要千交代 萬交代 叫大家不要在那邊叫你的名字 然後如果有人真的叫了 不要回頭 她不說有字 我講完之後 整個劇集都很緊張 很緊張 因為我習慣了 好 楠明晶幾次都得了嗎 楠明晶說你做什麼 站在那裡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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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不說 有這樣的禁忌 每次拍恐怖片的時候 我媽媽就會叮囑我很多事情 然後叫我要拜拜 就好像我們每次不是要住很多 一直要 因為我要工作到處飛 所以我一直要住很多不同的飯店 很多不同的旅館 所以我媽媽都會一直提醒我 說你去住那個旅館 就很多那些傳統方式 就是你進去房間 你要先敲門 打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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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下 這樣子 然後你才可以進去 然後就很多的一些傳統 想要我去遵守這樣子 最後有一個小的考驗給明晶 因為大家很難想像 明晶跟恐怖片的關係 所以想請明晶表演一下見鬼的表情 然後導演就評價一下 會不會OK 導演正在做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明晶很厲害 沒有 導演 沒有 導演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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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確實我在現場就是很 突然間無緣無故就喊一聲 他就很害怕 這些都是真的 找不了的 夠了 過去了 過去了 沒事了 沒事了 我剛才都喊一喊 對嗎 就是導演他就會這樣子 我整天在現場就是那隻 給他這樣嚇 對呀 對呀 很感謝兩位跟我們聊了這麼多 很期待 你們的新戲 和很期待明晶 在戲裡面被嚇的表情 謝謝兩位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